好 还是看郭艾伦来终结吧 叫海龙面对郭艾伦转身进来 漂亮 真强啊 郭艾伦 四号位上则是用二哥李小旭 这场比赛开始 工作脑袋 开场之后是一个二三联防 郭艾伦的三分球 看一看 漂亮 这边郭艾伦也说得一张当手开心 郭艾伦连续的变相之后 找韩德军 漂亮 这个球看着外线的李小 我们看这边大汗还是找郭艾伦去掩护 空位的机会 哈德森 好球 今天呢 描运队迅速在外线的三分 很有个人特色的一箱进攻武器 郭艾伦自己来 好球 郭艾伦现在这个整体投篮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棒的 看巴斯怎么打 再给荷天举到湖顶 郭艾伦突进去了 漂亮 这就是郭艾伦 快如闪电的突破 这是怎么回事 小半蹲 郭艾伦再到底角 荷天举的三分 有了 荷天举需要做这样的角色 好球 郭艾伦远距离三分还一个 这边重新交球 小打大 火 这一顿操作猛如虎 哎呦漂亮 这个能十分 辽宁也有三人得分上双 小打大 郭艾伦怎么处理 投了 好球 抬手就有啊 今天郭艾伦这个外线三分 哈德森的空位 好球 今年更多的把球权给到郭艾伦之后啊 其实哈德 所以一路看他走来啊 这一幕真的是我 特别不愿意看到的 郭艾伦完成抢断 自己一条龙 漂亮 哇 郭艾伦 关键时刻还是郭艾伦出来 连续对用突破 帮助乌特 郭艾伦自己来 这边只要不是吉普森防啊 郭艾伦在力量上就有绝对的优势 扛开好 还是看郭艾伦来终结吧 小海龙面对郭艾伦 转身进来 漂亮 真强啊郭艾伦 险些失误 漂亮 这个球呢哈德森送出助攻啊 郭艾伦轻松的得分 这样136比111